匆忙逃離阿富汗 前總統向國人道歉 中共吹噓疫苗接種數據 網友轟 三路通吃 胡錫進官鄭和和美軍官對罵 網友笑翻 日語言說 中共五年內劃工台 出台日防衛一體化 全軍老虎谷俊山 帶走購去301體病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10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阿富汗前總統加尼 9月8日發表聲明 為他在塔利班攻入首都時 逃離自己的國家 向阿富汗人民道歉 聲明說 我對所有阿富汗人 特別是我們的阿富汗士兵和他們家人 在過去40年中的犧牲 深表讚賞和敬意 我深感遺憾的是 我自己的篇章 已經和我的前任相似地悲劇告中 沒有確保穩定和繁榮 加尼表示 對於自己突然離開阿布爾 我欠阿富汗人民一個解釋 9月7日 人民日報曬出官方成績單 聲稱中國 目前累計接種中共病毒疫苗 21億1,308.3萬劑次 完成接種的有9億6,972萬人 沒想到微博評論區大翻車 網友諷刺當局 三路通吃 一邊宣稱知情自願 一邊基層軟硬兼絲來達標 一邊鼓吹接種人次 三路冰線都被你吃了啦 很多網友都表示 當地強制打疫苗 有些說還好意思報 我媽80歲了 都已經走不到路了 川書記帶著衛生院的人 直接去老人家家打 到懷孕幾個月了 被拉去強制打 不打就騷擾 我家社區有個植物人 也強制幫他打 是不是有病呀 日前中共要求 今年10月底前 完成10億人新冠疫苗接種 為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 中國各地開始變相強制打疫苗 不接種疫苗的人 不能夠出入各大公共場所 甚至還會影響小孩秋季入學 深圳的吳先生 因此見到很多提笑皆非的亂象 有網友在微博表示自己接種疫苗之後得了過敏性指電 開始以名檢測為肺炎 花費了一萬多向哪個報銷 官方雖然曬出疫苗成績單 但對副作用仍然絕口不提 網友直言 這麼大的接種人數 沒有跟蹤 沒有統計副作用人數 死亡人數 簡直離譜 近期美國逐步加強 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 9月8日 帕克級阿利伯克拉斯 和神盾飛彈驅逐艦杜威號 USS-Dewey抵達日本橫須河港 加入第七艦隊作戰陣容 杜威號是Flight 2A型帕克級驅逐艦 可以承擔多種任務 可以搭載兩架具有空戰、潛戰 和水面戰能力的MH-60直升機 設計目的是獨立作戰 或與航母打擊群、水面行動群 或兩棲戰備群一起作戰 杜威號加入第七艦隊 為美國捍衛印太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的防禦戰略 提供了直接支持 另一方面 美國太平洋艦隊9月8日宣布 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已於6日進入南海區域 這是該航母今年首次駛入南海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 在推特上傳了艦載FA-18超級大黃鋒戰機 正準備起飛升空的圖片 美國海軍少將布朗也在推特上宣布了這個消息 對此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 隨即在推特上發貼和布朗對罵 胡錫進在他的推文中宣稱 有朝一日中國軍艦或者會出現在夏威夷和關島附近自由航行的說法 布朗貼出中共軍艦2015年航行到關島附近的新聞連結 並提示胡錫進這是一個你可能忘記的例子 布朗還說美國海軍維護自由航行的歷史比中共海軍存在的時間還要長 胡錫進不說中共海軍的情況 而是搬出680多年前的鄭和夏西洋來回馬 他在推文中說 中國某些朝代的歷史比美國的歷史還要長 很多華人網友看過胡錫進的上述推文後 紛紛留言笑他對布朗的回應太難仔 已經被人氣到斷線 還有人取笑說明朝和你馬列的紅朝有關係嗎 另外中共近日要求外國船隻進入他聲稱擁有主權的水域前 順先告知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發言人蘭福德以電郵告訴星條旗報聽 軍艦進入南海、軍衛通知、中國等 宣稱擁有該地區主權的任何國家 中共持續強化軍力對亞太周邊地區造成威脅 促使美、日台更走向緊密的合作 9月8日台灣國策研究院舉辦台日二加二對話 與台日中三國關係座談會 再次邀請日方外交部會會長佐藤正九 及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透過視訊連線參加會議 佐藤正九分析了台灣有事也是日本有事及應對安全挑戰的方式 佐藤正九表示自己和其他國防相關日本議員 都深刻認識到台灣如果沒有美日的協防 絕對無法抵抗中共的侵略 日本國內有共識 當台灣有事的時候 日本就會與美國共同協防台灣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佐藤稱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企圖佔領台灣 2022年到2027年之間是個重要的時期 現在時間已經很短 日本亦感到急切性 佐藤認為 面對中共的各種挑釁行為 美國需要建構一個等同於將台海納入 核子保護傘的環境 否則無法牽制中共 這部分台日的執政黨應該進行合作 漁會的台灣軍事專家馬正坤表示 中共除了想解決台灣問題外 亦意圖重塑中日互動模式 令日本成為臣服中共的附屬國家 台灣和日本命運已經緊緊相連 未來台日必然會朝向防衛一體化方向發展 馬正坤是台灣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他指出從中共的立場而言 中共夢如果想在本世紀實現 是必要解決歷史遺留的兩個問題 一是涉及領土主權完整的台灣問題 二是與日本有關的歷史屈辱問題 馬正坤說 日本官員近期的發言 亦感受到這種危機 目前日本政府亦不斷強化西南邊 群島的軍事部署 同時日本政要多次強調 如果台灣有事 日本無法置身事外等說法 但在美日兩國近期應該會針對 台灣可能發生的危機進行推演 他表示 台日在生存考量下 雖然不一定會直接建立軍事同盟 但必然會朝防衛一體化方向發展 近日網上流傳詩的君老虎谷俊山 帶著搜購去醫院看病的照片引發關注 中國資深傳媒人高瑜 9月8日在推特上發明透露 谷俊山從秦城監獄到301醫院看病 腳步浮腫戴著口罩、眼罩 手上戴著搜購 鐵文說他穿著衣服褲 空前肩膊都打著白色標誌 很可能是夜光逃逆 眨眼看秦城仇服還潑煙漿 301無論醫院還是病患者 看來對此見怪不怪 畢竟秦城關押的軍中大佬不是少數 來這裡看病都好像走馬燈 2015年8月10日中共官方宣布 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犯貪污罪 濫用職權罪等多項罪名宣判死刑 換其兩年執行剝奪中將軍銜 財新網2014年1月長篇報導中披露了抄家細節 說有20多名身着便衣的武警參與查抄 最為外界關注的是被查抄的物品中 還有一瓶純金的毛澤東像 一手寓意一帆風順的大金船 一個寓意金肉滿盤的金面盤 據稱因為怕百姓體見影響不好 查抄都在晚上進行 連續工作了兩個晚上 各種財物裝載了整整四卡車 當時傳媒說它是軍事上最猖獗 最瘋狂的軍老虎 並封它為軍中第一貪 中國老齡化進展速度快 凸顯出養老危機無解的難題 大陸第一財經近日報導 中共第七次人口普查 2020年中的336個地級以上城市人口 年齡構成數據顯示 直至2020年大陸有149個城市 已經進入到深度老齡化 即65歲以上的人口 佔比超過14% 大陸經濟觀察員何君焦 9月8日接數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老齡化本身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但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是養老危機的問題 他表示 中共的嚴重腐敗造成財富大量流失 導致中國的養老金嚴重虧空 將直接影響中國經濟 何君焦說 養老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非常大 再過幾年 這個養老金支付的高峰期會到來 我非常懷疑中共能否應付這樣一場養老危機 這是一個太山壓頂的大問題 看上去波蘭、北京 但實際上是非常非常麻煩 何君焦預計 未來3至5年後 養老危機的問題會變得非常尖銳 中共社科院曾在2019年發表報告 《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至2050》 提及2019年中國養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高達16個 其中內蒙古、吉林、遼寧、青海、黑龍江這些省份 雖然在境界線上 但可支付養老金的不足3個月 之後的10年間這樣的省份將逐年增加 近期中共掀起打壓民營企業 收割有錢人財產的運動 令中國衰退的經濟雪上加霜 差到不能講的地步 9月8日中共當局 在對財經類網上傳媒的專項整治中 中共網信辦發布消息顯示 目前已有2,929個商業網站平台 同志傳媒帳號被處置 其中1,793個帳號 被關停封禁包括3個100萬以上粉絲的帳號 當局還聲稱 禁止未經資質認證的個人和機構 發布涉及投資理財等財經領域內容 中共網信辦發起的這次專項整治 始於8月27日至10月26日的第一階段 在這輪打壓中 財經類似傳媒帳號 主要商業網站平台財經版塊 主要財經資訊平台等 成了重點打擊對象 當局說這些財經帳號發布的消息 歪曲解讀中共財經方針政策 宏觀經濟數據 暢空中國金融市場 暢衰中國經濟等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的港籍教授謝田 近日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中共向來害怕被人揭穿經濟造假 哪怕是自傳媒報導海外真實的數據 也會襯托出中國經濟的不景氣 會令中共害怕 因為政治、經濟向來是聯繫在一起的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裏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